好 詢婷 那現在這個郭台銘陣營 是怎麼樣的打算 呃 現在初步來講就是做感恩之旅嘛 剛剛有些人有大家都在問說 會不會重新再突然大復活之類 我覺得機率非常非常低啊 或者說幾乎就沒有啦 因為這是我們他退選那一天 我們有開會 我們問他說都 我說你只是講說 絕對不會付出就對了 你講說你只是不連署 你該不會還有留後手 他說沒有啦沒有啦 他就已經看 看透 他其實在聲明裡面要傳達 看透台灣政壇還是看透詐騙集團 哈哈 應該說以我們目前的條件跟努力 還不足以翻轉 現在這種選舉文化跟氛圍嘛 那既然是這樣選舉文化 大概不會好好講真誠 你看我們剛剛在討論論文之類的 那對於理想 對於團隊副手都是消耗 那是不是對國家沒有幫助 那你們會大規模的這個推薦 或者整合人選投入立委的選戰嗎 呃 這我要講一下 第一個他先 就是媒體點名了好幾個人 比方說點名了蔡清宇 蔡清宇啊 郭欣宜啊 陳學勝 郭欣宜可能挑戰沈智慧 然後還點名說要丟一個人去挑戰 那個顏琴彪的兒子顏寬恒 這都是真的嗎 應該是這樣說啦 就是說現在確實下一步 當然就是往地委選舉的方向 開始做打算嘛 那其實如果是往地委方向 開始做打算的話 就是政治談判嘛 那這政治談判是找尋 跟我們志同道合的人嘛 志同道合什麼意思 可以共同推動好的政策 就是志同道合 那這邊有一些考量嘛 第一個是未來的 可能狀況是所謂的多黨不過半嘛 只要一部分的立委 大家志同道合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 有所謂政治槓桿操作的空間嘛 這群人只要成為了國會的關鍵少數 其實可以透過立法權的推動 來實踐郭董的一些些理想 那我們現在往這個方向 去尋找合作的對象 那我問你的網路上的台名之友 他們想要串聯不求人自己組黨 你們要不要籌組政黨 應該是這樣說 我覺得支持者之所以為支持者 就是因為他心懷期待 那我覺得被支持的 我講叫領導者嘛 領導者不可以 就是只是配合支持者的想法 你領導者要主動提出 你的方案是什麼 那大家會焦慮 因為弄了那麼久 後來決定是不選 大家是失望的 那如果現在要繼續走下去的話 你要主動丟出來 你的方案是什麼 所以現在眼下的方案 第一個是做感恩之旅嘛 大概現在就會有六到八場 預計台北開始 但還在規劃的階段 所以我覺得大家稍安勿躁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在立委選 小心又被夜席喔 應該不會啦 我覺得應該不會 那我覺得主要比較重要 是立委選舉 那立委選舉我剛剛講嘛 就是政治談判嘛 沒有這個不限於黨派 不過這個他有一個前提條件 就是說因為太晚宣佈不選 對柯市長有一點點過意不去 所以我們在民眾黨這部分 我們會幫忙 幫忙扶選 幫忙什麼樣扶選 幫忙站台啊 共同延商政策啦 然後讓他做得漂亮 這一點郭董有特別講 因為他就是 就是一路以來大家都認為說 他不是隊友大佬拿他錢很不爽嗎 而且要了不正常的錢 我覺得跟國民黨這段 我待會再說 我先講柯P 因為柯P來確實是他們有談 而且是郭這邊的幕僚主動說 是不是要稍微提供一下資源 因為小黨要發展 這大家都知道 那柯是拒絕 柯講說我要沒包袱 所以他們兩個素人 所以柯沒有要錢 但國民黨大佬有要錢 給你爆料到底多少大佬要了多少錢 他們真的操作要要錢 他們絕對不會讓我們知道了 讓我們這種小幕僚知道還得了 所以我不曉得 那最近的爆料其實有講什麼幾億啊 然後幾千萬 那其實是捐給基金會 跟有專款的用途啦 像也是捐給世伯 然後有的我記得是捐給基金會 世伯 有辦世伯的就台北市跟台東會 基金會就是滿久啊 世伯就可以 我辦案的 來我來辦案 基金會滿久有 對不對 七千萬 也有基金會啦 數字我不知道 世伯 台北市有台中市有 所以胡志強跟郝龍斌 是這樣嗎 沒有啦我只是講他們 剛剛講的不是那種 正式可以暴漲 那是不一樣的 因為今天有爆料嘛 今天有爆料 所以是 不是可以暴漲的 今天被爆出來都是 其實就是正常的董內 跟政治現金是不一樣的 這樣 那可是這證明一件事嘛 證明確實過去跟國民黨之間 關係非常好 然後對於藍軍有深厚的情感 這其實我們在節目上 我們也都坦誠不會嘛 但是事實上 既然走到了最後的結局 不是特別好嘛 就是說 在國民黨身上 花了很多的時間 然後後來換來一紙 31大樓的團結聲明 就切心嘛 看破了 那既然看破了 就決定脫黨 所以也沒有說什麼 換回來再回去選 也都脫黨了 既然人才兩師 就好好分手 各走各的路 你們真的是這樣的 大聯盟的打算嗎 應該是這樣說吧 其實在郭不選 然後柯也沒有去 領表的這個狀況之下 當然好處是靈活 不選的人很靈活 可以隨時做政治談判 但這件事情的 負面效果是什麼 負面效果是 大家缺乏 這個本來的 所謂的中間選民 缺乏投票誘因 缺乏投票誘因 因為他不選總統 當然沒關係 但是對於小黨的發展 是一個衝擊 當大家就有很多人講說 沒郭就交友 沒科就交友的時候 那民眾黨的未來發展 是堪率的 所以基本上 只要大家有辦法 郭柯王的調子 有辦法好好的整合的話 王德參選 不管他掛什麼樣的牌出來 對於郭柯 其實是有利的 其實可以合於郭柯的利 我讓大家重新 這個所謂的中道路線吧 或者是所謂的第三條路 他繼續在政治的舞台上 他有一個代表性 然後讓選民有進投票所的誘因 不要忘記上一盤 親民黨的宋楚瑜先生 是拿了12.84個百分點 接近13%的選票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郭柯來講 可以是機會 但關鍵是他們內部的談判是什麼 那如果是這樣子整合 那母雞叫做王金平 可是政黨票給誰 因為政黨票彼此是有排斥 是有互相排斥互相競爭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要看 大家怎麼去做協調 那以我講政治整合 頭腦一定要靈活 手段也要靈活 像其實第三勢力的小政黨之間 我覺得合政連橫是很正常的事 那王院長是夠柔軟的人 那他也很想講一講他的話 他的中道路線變成了兩面得罪 他擅長的調和鼎耐 變成了密室分章 我認為他心裡有一個 他是被 而且小政黨如果各自得到一些些 然後都沒有跨過門檻5% 那反而是通殺啊 合起來之後他們可以排順序 像上次郭欽和 對我講這就是技巧 所以這是可以操作 那王院長有沒有條件操作 我認為有可能 如果王院長是組織票 人賣票的話 他連配票可能都做得到 所以我覺得我是 我對這件事我算是相對樂觀 我覺得搞不好 會走出一些新的機會說不定 那我完全同意嘉瑜剛剛講的嘛 就是這一盤總統大概就這樣了 但是立委選舉會非常有趣 可是立委選舉 如果走到這樣 搞不好最後的結果 藍綠都沒有過半 然後可能你剛剛講的 這樣的狀況 然後以今天蘋果日報 他們追了台灣民眾黨的 政黨支持度有一成 所以柯文哲可能要賺 不分區的席次是賺得到的 沒錯 那這樣子最後立法院的 這個2020之後 可能就是一個新的 政治板塊的移動 沒錯 多黨不過半的情況之下 你才有辦法操作 所謂的政治槓桿 所以現在對於郭柯王 其實他們的政治利益還是一致的 就是說目標還是一致的 我希望在國會達成這樣子的狀況 大概這樣的狀況 用各種靈活的手段去操作 這是做得到的 好我們稍後立刻回來 像個不一樣的 有紅紙 雷 雷 雷 谢谢大家